額...哈囉大家好,我是H.Y. 相信前幾天大家應該有看到官方在信箱裡面發的一個 有關於可以問問題的問卷 那麼今天呢,我就要來講一下 我目前對於這個遊戲的看法 和一些覺得需要改進的地方 首先第一點是有關於抽測的機率喔 這個遊戲抽測的機率真的是低到靠北 我這個已經不想再多說了 他連我這個無課的都不放過 如果要說我從剛開始玩到現在 到底中過幾次限定池的車的話 我只能給一個很肯定的答案 就是只有三台 那如果要說到我之前認真抽都抽外的車的話 第一台一定要先講到這個克尼賽克的Agera RS 然後呢,再來就是以前心心念念的P1 到現在都還是沒有抽到 然後呢,再來就是...誒...看一下 對,再來是剛開有的時候就在抽的SBJ 也是沒中過 那我唯一有中過的呢,那三台 那第一台呢,就是我的福特GT 剛開始就一直很喜歡開這台車 然後中了一階 然後再來就是...誒... AMG GTR 因為GTR這台車當初抽了也是覺得蠻值得的 只是零接真的不太夠開 開起來還是有...跟其他車比有點實力差距 然後再來是Nissan的GTR R32 R32這台車抽到我當初也是覺得很值得 對,沒了,就這樣子 夠扯吧 那再來就是要講到這個抽車 他所給的禮券能兌換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多啊 然後...雖然有很多人不太喜歡這個組別自選卡的兌換 但是對我來說這個東西其實幫了我非常多 但我主要想說的是 就是我以前玩Free Fire這個遊戲的時候 抽完東西的代幣 至少都還可以拿來換個轉探券之類的 繼續抽東西 希望這一點官方可以改進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限時積分換車的一個保底機制啊 那我實在想不通啊 為什麼極限組、性能組、運動組、三個組別的積分不太一樣 那官方也說過組別不代表強度 那是不是應該三個限時積分都應該要一樣 那才合理呢 不然有時候想換車真的是很痛苦啊 那再來是地圖的大小分機制啊 希望官方可以趕快把這個問題給修掉 不然的話這個爭議真的是很大 希望官方能夠有所重視 那最後就是希望官方能夠把零件給多一點啊 不然一個賽季連一台車都改不滿 真的有時候也是覺得很很誇張 那至於這個遊戲呢 就是好玩就好 好玩最重要 我也相信官方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才會繼續堅持玩這個遊戲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可以幫我在旁邊點個讚 我是HY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